每天 生命便是 与你欢喜个人每一天 接下来请收看 海涛法师 猛法行 海涛法师 猛法师 猛法师 愿时间快乐多过于悲伤 愿时间温暖多过于孤单 愿时间光明多过于黑暗 愿时间和平多过于挣扎 愿时间刚能替代了则纳 愿时间情绪多过于浅满 愿时间感慨多过于贪婪 愿时间感慨多过于浅满 愿天空抱有最初的未来 愿心凉入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 虽然聚散 虽然聚散 愿时间感慨多过于浅满 愿时间感慨多过于浅满 愿生与一世说声 一切落尽肩 常会 所以来 念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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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要平常就要念习 而且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观想 观想 观想那个痛苦的环境在你面前 那但是 痛苦的环境在你面前 你如何学习转念 当然一开始你不能面对你自己 你先去面对别人 别人在痛苦啦 别人请 我赶快为他念佛 诵经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你开始在帮忙 你可以帮忙别人 当然 究竟帮助别人的方法 是因为你帮助你自己 就像刚刚讲 我胃痛 我好好的念佛 诶 怎么没有痛啊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念头停止了 你这个胃痛是因为 你看到你先生就有压力 还是有人欠你钱还不了 你就有压力 因为你想到就有压力 就像现在你银行贷款一百万 你连睡觉都有压力 因为我有一百万贷款 没还完 这个压力就会让你有胃痛 但是你停一下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甚至佛教很喜欢我们六灾日 不要再忙了 收八观再结 专心的 念佛念法念身 专心的持戒放生 像各位 你去老人院帮助老人快不快乐 那不是快乐 那是因为没有压力 心里好自在 好 就像你出国去玩一样 出国去玩的时候 哇 没有家庭的困扰 对不对 不用洗碗 好 快乐快乐 而且是有钱 不然你怎么会出国呢 我就花钱 所以你要让你的心呢 保持在这种 经常这样念佛 保持自在 就是保持自在 现在你就发觉 胃痛好了 头痛好了 为什么经常头晕头痛 计较 用心机 用心机 想得太多 所以 为什么眼睛会这么 会这么样 眼睛太计较 太利 好色就是好色的眼睛 爱生气 爱生气的眼睛 反正什么心什么像 但是你要记得转念 当然话又讲回来 再念一下 离苦得乐 人生的目的 就是要离苦得乐 那为什么会痛苦 因为有爱欲 有执着 所造的业 那你知道就好了 不要再追求这个 现在你一个月 五千块马币 过生活 我已经不错了 三千块也很好了 这样就过一辈子 就像我来出家的时候 我师父问我说 你可以过 没有薪水的生活吗 你可以过 都没有享受的生活吗 因为我师父知道 我在家蛮会花钱的 那我说师父 我不是说不能过 而是我已经知道 学佛的快乐 拜佛 穿个出家衣服的快乐 超过皇帝几百万倍 你给我全世界的美女 我都不快乐 我现在只要 你能够让我出家 然后我就很快乐 结果我师父还是没有把毛提头 因为我太太很厉害 有钱又会哭 我太太 我师父也说 心软 跑掉了 后来我想一想 自己里头算 因为这是我的决心嘛 出家是我的决心 但是我师父已经说 已经给我名字了 你叫海涛 一直说我可以出家了 但是呢 这一关靠你自己 免得被我太太骂 我的太太很厉害的 我有一次晚上 去打电动玩具 打到天亮 全世界都在找我 为什么 我太太打了一个电话 叫八号分机 找关系 所有的人都在找我 我在电动玩具 打到睡着了 原来外面警察都在找我 这个叫女人爱你 这个很正常 如果你没回来 太好了 你不要回来 她就不爱你 但是问题是 有压力 原来爱情的结果也是苦 对不对 有钱的结果也是苦 吃的太好了 结果也是苦 所以这个世间 各位 你还是要想一想 这些苦 你不要再去追求了 如果今天你来佛堂 你为什么来佛堂 因为我没老公啊 还没嫁出去啊 不要想了 你就快乐了 你就好好念佛 没有结婚多好 不用生小孩 生小孩多苦啊 不用做人家媳妇 去跟人家媳妇啊 你就好好来孝顺父母 好好来利益众生就好了 所以我想各位 那快乐是什么 快乐就是念一下 帮助别人 服务众生 所以希望各位 都去老人院 雇尾院 放生啊 做焉供啊 去寺庙服务啊 你可以去帮 把你会的东西去帮助别人 都可以 不要把你会的东西 变成一种特权 专利 要拿来自私的赚钱 那你在出卖你自己的知识 没有用 我们所会的任何的知识 技术学问 都拿来奉献 就像我出家 我跟我太太说 并不是我不爱你 我很谢谢你 我只是觉得 我自从看了地藏经以后 然后呢 我就很认真的去读地藏经的故事 那因为我以前有开旅行社 我很少跟他们出去了 我就开始学带团 带团以后我发觉导游没话讲 我就开始讲地藏经给他们听 我觉得大家都很注意听 蛮精彩的 因为我讲了很多故事 我在想说 如果我出家 我就可以拿麦克风讲佛法 特别我到中国大陆的时候 一个大殿里面几千人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拜佛的意思 我知道我看了经典 我会给他们解释 观音菩萨教典 我觉得很多人在听 我就觉得说 如果我出家我还可以 告诉人家佛法的道理 我不应该在家里享受这个 荣华富贵 所以我在家里享受荣华富贵 那叫什么 那叫浪费生命 浪费生命 我从有钱到没钱 从没钱到有钱 这个两个我都经过过了 没钱的时候像乞丐一样 跑到人家家里吃饭 到学校吃同学便当 就是这样 有钱的时候 每天我不会开车 因为我很有钱 我天天坐计程车 我在坐学生的时候 就天天坐计程车去学 去学校 因为那个时候我很有钱 所以 但是有钱的生活 包括后来出来做事业 我又变得很有钱 但是反而开始很痛苦 因为有钱 内心不自由最痛苦 所以我认为各位就是 佛教里面要叫你超越 超越 超越不是说 叫你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快乐也好 痛苦也好 都不执着 这叫超越 好 如果你只想要快乐 不要痛苦 那是 你对快乐的定义要弄清楚 快乐 不是欲望 欲望的时候 就像喝海水 越喝越饥渴 对不对 快乐是 来自于一种 慈悲 清静 平静 去能够帮助别人 就像各位 你拿了一些钱 买了好吃的 给妈妈 生病的妈妈 拿了你的红包 吃了你的东西 在笑 你快不快乐 好快乐 对不对 对妈妈这样很快乐 那你现在开始去帮助老人 因为你的老人 那你让那些老人快乐 你心里就像给妈妈快乐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 有缘的都是父母 就像我最近常讲一句话 能够让你去照顾的老人 或是祝念的老人 都做过你爸爸妈妈 不然你没有姻缘跟他在一起 能够被你照顾的小孩子 都做过你儿女 你不要 没有看到前世的因果 你要相信佛讲了 所以佛陀说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众生 没有做过你的爸爸妈妈 而且做过百千万亿倍 相不相信 最难就这个 所以那天有一个男人 外面很花 很花很花 他太太在那边念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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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 后来我就 请打坐的菩萨帮她看一下 我就跟她说 你孝不孝顺 她说我孝顺我妈 我告诉你 你太太也是你妈 因为我已经查到 你太太你看 你让你妈多伤心 你去外面玩女人 你让你这个妈多伤心 那是你前世的妈 妈妈执着儿子 所以妈妈死了 又来做儿子的太太 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这个就是轮回 但是如果你懂了这个道理 那原来她是我妈妈 就像我 我的太太是我过去的女儿 自从我知道这个道理以后 不想跟她谈爱情 她是我的女儿 女儿就是要对她好 照顾她 这样 所以我离开她 不会痛苦 只是她会痛苦 因为她依赖我 因为我离开她 也是在照顾她 天天功德回向给她 对不对 因为我在照顾她 那我知道这个关系 所以我想各位 如果你因缘成熟 如果你相信 原来我先生 一定做过我爸爸 也做过我儿子 原来我太太 也做过我妈妈 做过我女儿 只是我们为了这个情 就一直在轮回 你的女儿 你的那一天 有一个爸爸 妈妈问我说 我两个 他的儿子跟女儿 两个天天在一起 天天讲话讲很久 那你想就知道 我说这个你还问我吗 他们两个是夫妻 投胎来做兄妹 两个还彼此在依靠 在照顾 但是问题以后 问题就来了 万一这个 你的儿子 有女孩子 对他不错 你的女儿有男生 要追他 那两个人就很痛苦了 就像那天 我认识一个大企业家 非常有钱 中风 好在没死 没结婚 长得很帅 在美国 在台湾 大陆都有很大的事业 中风 现在脑开刀了 脑开刀以后 躺在医院 也没有往生 但是呢 他的姐姐 没结婚 然后他公司里面 他们现在他快往生了 全家这么有钱 在讨论 万一他断气了 这个财产怎么分呢 那是因为他用的秘书 这个秘书助理 也是个总经理 这个秘书助理 他想要把这个公司拿走 结果他的姐姐 全家就反对 后来我就把这个 因果钱人家 把他查出来 哦 为什么他这么帅 这么有钱 没结婚 因为他的姐姐 是他过去的太太 所以 既然两个在一起 那他就不让他交女朋友 每次他要结婚 他姐姐就反对 他就不结婚 然后呢 那外面的那一个 外面的那个总经理 是他过去式的小三 然后已经嫁人了 但是现在 他欠他钱 所以 他又来帮他工作 但是因为上辈子 我做你小三 都没有入位 也没有拿到你的财产 这辈子我要来讨回这个钱 讨回这个钱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的因果 哪怕他财产有多少 那现在他们家就是 为了这个事情在问我 我跟他讲说 那当做没有就好了 不然你怎么办 你要要到什么时候 你要计较到什么时候 但是这个是有因果的 对方要拿走 因为你董事长过去欠人家钱 也欠人家情嘛 对不对 他要给他就给他 那你的姐姐 原配不高兴 讨厌小三 那怎么办 那这样好了 如果你的哥哥死 那个姐姐 你发百分之二十三十的股份给他 那其他 你就不要问了 你就不要过问了 因为公司交给你们 你们谁都不会 都没有那个女总经理厉害 这是他跟他的因缘 因为他现在已经昏迷了 他不会管这种事情了 但是因为这件事很伤害他 在我的看法里面 他应该要断气了 因为赶快去极乐世界 但是因为家里两边一直在拉锯站 那他就放不下 他就很痛苦 那这样吧 所以我只能跟他家里说 你们不要再讲 因为讲这种事情 干扰他 他现在应该放下要往生了 因为已经头破开了 你就插管子了 只是插一门断气而已 那你要让他痛苦多久 搞不好等你们财产还没有封完 他躺在那边做植物人十年 那等于关在活地狱里面 所以各位我今天 我们简单的讲一讲 不错我看到现在都没睡觉 还厉害 所以 佛力加持 但是这些你要去思维 就是说 在你的生活里面 有哪一个点是你卡住了 你儿子不听你的话 你的某一个兄弟跟你怎么样 这个都是你过去对他的 你只能忏悔 然后故意去对他好 你不要说他跟我要钱 我故意不给他 是你欠他的 如果你没欠他 他不会来找你 所以最近有一个妹妹 就是说她 她的妹妹 侵犯了他们公司 四百万人民币 叫钱 做先生的人 也不计较 算了 但是做少少的 少少就是 先生的太太是她的姐姐 妹妹 导了先生公司很多钱 然后先生不太计较 但是呢 姐姐很计较 对不对 希望把这个钱拿回来 那 为什么呢 原因 我就帮她去查吧 姐妹上辈子都嫁给这个男人 所以这辈子她虽然娶了姐姐 但是她还是跟妹妹在一起 姐姐不知道 姐姐如果知道老公的小丧事 她妹妹也会气死 所以她上辈子 财产没有分完 所以这辈子她可以拿回这个钱 那老公 这老板也不敢要啊 哪里敢要 对不对 因为他们两个是有秘密的 也不能跟她老婆说 那他们就 那我再来我怎么回答呢 对不对 我只跟她说 我不能讲这个真实的关系 这个女孩子 你老公上辈子欠她更多钱 如果你能够不要跟她计较 这样就好了 你要放下 因为这个是金钱债子 等等等等 那我想 我现在讲出这个 我只能告诉你 你不用问了 反正你就心甘愿欠你的 不还你的 都是你欠他的 那天有一个大老板 还问一个问题 他有个朋友 给他建了一千多万美金 又不是没钱 很有钱 但是就是不愿意还他 那这个老板呢 忧郁了两年 一千多万美金 不是小钱 忧郁了两年 生意也做不下去 那怎么办 而且对方他忧郁是什么 你又不是没钱还我 对不对 你明明有钱 但是我也不还我 那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上辈子 他骗他很多钱 所以他心里就不高兴 就我有钱我也不还你 对不对 这是他的业力 所以就跟这个老板说 你就放下吧 不然你会中风 你再忧郁下去 就忧郁这种 中风 你就什么钱都没有了 对不对 你就放下 那有时候不得不谈前世的问题 让对方有心里放下 放下以后啊 最近多运动啊 多修行啊 你将来还可以赚更多的钱 还债 我们修行 随缘消就业 对对对 今天你在修行的过程 冤签债主一直来跟你讨债 金钱债 肉体债 生病感情债 你要很高兴 随缘不要计较 忧郁回想给他 再来 莫再造新疆 如果你计较 我要把它要回来 你又造更重的业 那你就没完没了 要了解吗 所以既然学佛了 在消极上 接受因缘 忧郁业随缘消就业 还债了 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我们 像我在外面 跑来跑去 我师父说 我们是要来还债的 对不对 债还完了 而且累积广大的资粮功德 你要净除业障还债 累积广大的功德 不然你怎么成佛啊 你千万不要去批评 别人对你好 对你不好 这些对你不好的 都是来讨债的 对你好的 是来报恩的 我们感恩 但是不能执着 但是一心念佛 不离开菩提心 这个比较重要 好 快不快乐 法喜充满 忘了人家欠你钱 你也忘了你欠人家钱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假象 但是永远记住 不要让烦恼忧虑进入你的心 它进到你身体随缘 它是骂你随缘 但是你骂不了我的清净心 记住 骂不了我们的佛性 真正的生命 所以你这个真正的圆满的生命 佛性 再念一次 阿弥陀佛在我心 它骂不了你的阿弥陀佛 它骂不了你的佛性 但是如果你的心跑掉了 你开始被他骂了 你开始被他爱了 那你又开始又下地狱了 又做恶鬼道了 贪心就是鬼 称恨就是地狱 邪知邪见 不信因果就是畜生 那你就一直在这个贪嗔痴里面受苦 傲慢就是天道 嫉妒称恨 又在阿修罗道要打仗 所以 还要让自己随时记得 转化你自己 那当然各位 你要常常练习 如果你不常常练习 因为你已经习惯烦恼 习惯生病 就像有些女孩子 她跑到佛前才说 我是女人 我很漂亮 你没看到啊 她一直很习惯说 我是女人 我是有钱人 我是生病的人 她被她自己的外表 财富 我是个博士呢 你有没有看到 你又被你的这些 这些所谓的假的条件 控制住了 所以各位你要全然放下 如果你一放下 你会发觉 身体不痛 心情很平静 因为你跟佛的心 连在一起 特别我们做了这么大的功德 那这些功德 可以让众生 得到更大的福报 然后呢 他们更愿意念佛 所以来 各位念一下 我们希望来念阿弥陀佛 好不好啊 刚刚我们念观音菩萨的心众 感恩观音菩萨的加持 那希望所有众生 观音菩萨从哪里来的 极乐世界来的 观音菩萨来这个世间 用慈悲心 就是要引导我们 进入一个没有痛苦的 涅槃极净的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 那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是等死了 如果你专心的念阿弥陀佛 有没有在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在我心 此地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 极乐世界 你要念习这样 念一下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皆引众生 往生净土 南无阿弥陀佛 所以等一下我们念佛的时候 你要观想华人 马来人 我来到医保发觉 印度人也很多 所有人类 所有动物 特别今天外面做的 焉供妖供 甘露诗诗 所有恶鬼道 所有地狱道 所有天道 所有六道众生 通通进入极乐世界 好不好 为什么 众生皆有佛性 众生的心 皆有阿弥陀佛的心在里面 请问 你的身上有没有爸爸妈妈的爱在里面 永远的 爸爸妈妈 像我妈妈 我妈妈在六十几天以前 往生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呢 因为从我妈妈往生那一天 我就心情变得很好 我就觉得 因为我妈妈不可能不爱我 不加持我 我妈妈这一辈子都不信佛法 不信佛法 所以受苦受难 她一辈子都觉得自己受苦受难 生病 执着 受苦 她去极乐世界以后 她才知道 我儿子没骗我 这么快乐 因为我妈妈不信极乐世界 但是我这辈子只能劝她 就说 当她放下 世间的执着 她对爱情的执着 对儿女的执着 能够放下 所以 然后呢 到最后一刻 她终于 不想再吃药了 不想再医了 她想要走了 这个时候我知道她 放下了 因为我不断地做功德 就是希望她放下 冤心在主不要来干扰她 我妈妈 她放下以后 我赶快给她讲阿弥陀经 告诉她极乐世界的 庄严 她愿意跟我念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还教我妈妈 念阿弥陀佛干嘛 念阿弥陀佛不是光念给自己 所有一起医院里面的老人都好起来 所有的生病的人都去极乐世界 超度懒 用慈悲心念佛 我妈妈说好 她就跟我念佛念佛 整个 从那一天开始 她都没有再挣扎过 就安详了 四五天以后就往生了 整个身体香香的 连我家里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啊 所以 而且 像很好 那往生净土以后 哇 她非常高兴啊 她也开始要学习 她讲了一句话很好 我有请打坐的菩萨 她说啊 我一辈子执着受苦了 我到了极乐世界才知道 哇 阿弥陀佛天天在跟我们说 而且呢 要我们去帮助众生 所以她现在这种清净 学慈悲啊 她觉得她浪费了一辈子 但是我呢 当然 与她在我讲 也没有浪费 没有这个痛苦 你怎么会想要极乐世界好啊 如果你这辈子什么都很快乐 你可能就升天而已啊 所以各位 痛苦好不好啊 痛苦可以让我们觉悟耶 因为不要痛苦 痛苦的因是什么 执着 怎么样痛苦 不要痛苦 放下好不好 放下 不要再计较了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压力太大 保证你腰会痛啊 所以不要去执着啊 所以 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执着 我们要念下来 愿生极乐世界 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 只有一个目的 成佛 成佛 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 天天可以参访十方诸佛 能够接近佛陀 必定成佛 那你到了极乐世界 佛教你空性 大悲 那你再回到这个世界来 做人 做狗 做男人 做马来人 做印度人都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是透过轮回度众生念佛 劝进行者 劝大家都发成佛的菩提心 往生净土 成佛 成佛以后 你做什么角色都没关系 你可以化成美国人 化成政治人物 化成隐格心 因为 看到你 听到你 这个都是假的 利用这个假的 都看到他自己的佛性 都让他懂得念佛 所以我想各位 每一个菩萨都会现成不一样的形象 扮演不一样的角色 来劝我们念佛 念佛的意思 就是放下世间的执着 利用这个世间来修行 来祭福报 来修业障 然后呢 趁愿往生佛的净土 而且将来弥勒菩萨成佛 要不要来啊 一定会来 只要有佛成佛 我们就要来接近他 一直到最后我们成佛 所以再念一下 南无西方极乐世界 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 记住南无这两个字 南无是你要做的 一心归命 把你的心 把你的生命 完全相信归于阿弥陀佛 后面有阿弥陀佛负责 阿弥陀佛呢 就是以他的四十八大愿力功德 让我们当下心就在极乐世界 让轮回堕落者 让他心到极乐世界 超度他 所以 那我们只要一心归命 相信 不要相信自己 自己是凡夫 哪怕你做了多少功德 都不要骄傲 除非你到佛的境界 不要相信 我是初地菩萨 我是八地菩萨 那个都不够用 你会骄傲 对你不好啊 所以 唯有佛 唯有阿弥陀佛 是圆满的 所以这样大家来念佛 好不好啊 念大声一点好不好啊 我这个地方寺庙很多呢 念到隔壁的寺庙都听到 念到每一个神都一起来念佛 那今天就是一种大超度 结果念完以后 你变成阿弥陀佛 隔壁人也变成阿弥陀佛 你只要永远保持这样 那你永远在念佛 这个叫一心念佛 老实念佛 生命是跟众生结缘 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永远在念佛 做善事结善缘 好不好啊 不要怪人家 这个人在吃肉 那你帮他念佛 肉就超度了 那你用爱可以感动他 你这样帮他 又不去谴责他 他会被你感动了 佛菩萨因缘 创造因缘不可思议 就这个意思了 好 大家合掌 这个合掌代表 完全的供养 发菩提心的供养 生命的供养 虔诚的相信 来 南无阿弥陀佛 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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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进入佛的心 无上菩提心 上品上身 转化提升 都变成阿弥陀佛的 同样的身口意 我们也是哦 所以各位 你没有贪身吃了 你没有烦恼了 你没有生病了 因为你一心归命 阿弥陀佛就成为阿弥陀佛的化身了 把自己完全奉献给阿弥陀佛 放下我职 完全奉献 成为阿弥陀佛的化身 帮助阿弥陀佛 度所有众生 帮助所有宗教 阿弥陀佛的化身材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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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阿弥陀佛 众生皆变成阿弥陀佛 世界都变成极乐世界 当然你也可以想到 你的往生的爸爸妈妈 他们都同享功德 发成佛的菩提心 都在上品极乐世界 将来都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功德 有净土普度众生 这样的祈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所有写的往生牌位 个个都变阿弥陀佛 整个所写的 战争死亡的都往生净土 堕胎死亡的都往生净土 所有火灾水灾飞机掉下来 往生者都变成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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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阿弥陀佛把你的女人化 男性化 贪嗔痴 分别心 分别相 统统净化掉 一句阿弥陀佛消灭八亿节 来自八十亿节生死重罪 在这生死里面所造的业 习气都断除掉 你只要一心真心念佛 这个时候全然放下 全然断除 你跟世界众生合为一体 你要这样 你没有儿子 没有先生 没有太太 没有家庭 没有事业 连身体都没有 这个身体只是拿来念佛拜佛的 身体最大的功能而已 你要这样念习 所有堕胎流产 死亡 腰折 胎儿 统统统往生净毒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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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屠宰场被杀了动物 所有的浑木区都变成极乐世界 通通往生极乐世界 简单的说 所有有苦的轮回友情 通通都开发他的佛性 阿弥陀佛加持他 他将来势必往生极乐世界 超度了无量无边 算不完的众生 往生净土将来成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练习一下 现在你已经快往生了 你躺在病床上了 甚至你强迫站起来 你现在决定了 身体好痛苦啊 世间好痛苦了 你也放下了 因为你现在专心在念佛 马上你就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太高兴了 你要学习放下 以后每天晚上睡觉 躺在床上 就准备往生极乐世界了 死亡一点都不可怕 各种夜暴的死亡 车祸 摔死 病死 跌倒死 都不可怕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决心往生净土了 那个时候一定当下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 所以从现在开始 你只要保护一个愿成佛的菩提心 因为佛陀说 念佛 愿往生 相信阿弥陀佛 你一定不会退转菩提心 将来成佛了 不要再有个性 不要再有想法 只有念佛 为了成佛 为了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为了整个世界都变成极乐世界 为了让所有痛苦都没有 痛苦的本体就可以觉悟了 都成佛 所以痛苦是成佛的助缘 只要他们转化 只要他们念佛 叫他们相信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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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生西方净土宗 九品莲花为父母 花开见佛物无声 不退菩萨为伴侣 找回娑婆度众生 当愿众生 当下往生 极乐世界 成就活到 普度众生 南无阿弥陀佛 好 请放着 佛陀就教我们这个方法 不要烦恼 只管爱 不要处理 只管爱 你今天回去 小偷来了 不要打电话给警察 打电话给阿弥陀佛 记住我跟你讲了 你就念佛 希望这个小偷 可以拿到一点点他需要的 这样就好了 希望这个小偷 我跟你念佛 种下你将来 不要再做小偷了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了 跟他结缘 好不好 如果你很怕 打电话 这个小偷就拿刀子把你杀掉 因为你用世间的分别心 你的业障就现了 本来这个小偷是要来杀你的 因为你 他为了保护他自己 他要把你杀掉 结果 你坐下来念佛 你坐下来念观音菩萨 这个小偷 因为你念佛变了 业报就改变 你本来要被杀了 反而你还杜了他 这样了不就了解 但是如果 今天这个事情来了 你跟他计较 你跟他吵架 然后 累斜的业报就来了 很可怕的事情 所以各位记住这个事情 车子来撞下去了 我要死了 赶快念佛 不要想 我为什么要死 你为什么要撞 我弯不弯弯 那那个时候 因为这个执着 你下地狱去了 你又去轮回了 你又去投胎了 发不来 所以 世间是假的 世间只是一个战时的 但是利用这个假的战时的 我们了解 唯有成佛 才可以帮助这个世间 我们念佛的人 不是讨厌这个世间 念一下 不执着世间 只有慈悲对待 这就是佛法 你执着就是计较 我要 我不要 那是你至早苦吃 谁帮不了你吗 然后一下就腰痛 就癌症 就糖尿病 每个人又每个人 不一样的病 这个病来了 那就是你起心动念来了 所以各位 你掌握这个原则 所以平常 慈戒 这是我们该做的 不要伤害众生 修禅定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也是禅定 专心 开智慧 哦 原来 阿弥陀佛的加持 让你直接就开智慧 放下世间执着 发菩提心 世间都是空的 那一下就消灭贪嗔症 因为你专心在念佛的时候 那你不起贪嗔症 哇 佛力的加持 光一出来 没有一点黑暗的 那佛力加持的时候 那只有佛力 就没有凡夫的想法 所以如果你又加入了 一个世间的凡夫的想法 我要我不要的分别 那阿弥陀佛的力量 就加持不了你 阿弥陀佛不是你念了再来 那就不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24小时 分分秒秒都在加持众生 相不相信 这是真理 是你要不要去拉住 阿弥陀佛的力量 阿弥陀佛 爸爸妈妈 没有一刻不爱护子女的 所以这一点 阳光 佛光 永远在 佛的力量 骗一切处 所以念一下 清净法身 披如真那佛 意思是说 佛的力量 都在万法的本体 花里面有阿弥陀佛 苹果里面有阿弥陀佛 空间里面都有佛的力量 十方诸佛的力量 骗柱 常柱 这叫常柱十方佛 常柱十方法 常柱十方身 各位相信 好不好 只是你乱掉了 你赶快拉回来 南无阿弥陀佛 我马里背面 你赶快拉回来 所以 现在外面下的雨 是什么雨 甘露啊 八公得水啊 赶快去洗澡啊 因为 你要相信 因为我们在念阿弥陀佛 都是阿弥陀佛的显现 你在念佛的时候 突然跌倒 阿弥陀佛的显现 重叶轻薄 十分的叶子 上你一分跌倒 半个钟头痛 但是这辈子不会再断腿 因为什么 念佛消夜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 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 知素 放生 失实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 副指挥官 丹宗安 今天天边境北斗 团阳新冠 已经正在世界主流北斗 我们也要持续加强立境关系 请外国立境的路客 作为配合 提前所有来自国外立境的路客 一定要配合相关差减出示 也要配合进行14天减益 路客是立境前14天来 赞金去过风险团的国家 也许赞金是这个国家专家 都要配合进入一项减益中所 进行14天减益 也要配合全案差减 感谢辛苦的第一项风亚领团 也请大家作为来配合 风亚出示 守候我们的健康 慶法能够把过去的熟夜节能 禅潮清静 得成道业 那么在这个忏悔当中 我们应当意识到 不法本来不生 你无面 有何福可得 何罪可忏 一切祝法是因缘生的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空的呀 假的 我说也要忏罪忏的 最大的什么情境 修空观 但是这些个 我们说要忏罪 罪从哪里来 第一个大家要想一想 罪没有体性的了 罪性本空 但是我们做了很多错误事情 是我们寻造的 罪性本空 我也寻造 如果大家拜灿当中 能晓得 能拜的 空的呀 所拜的 还是空的 以空对空 那有什么罪可忏 但是我们自己 没达到这个空意 没达到空意 就是啊 这个冠魅修成啊 你所做的业 三业那业 所做业不亡 亡了我们还颤什么 颤那个不亡的 因为我们也达到 照见无人皆空地步 所以你所做业 就都是存在的 如果你照见 所做的业不存在 那所做业不存在 也不要拜灿了 多两天我做一个梦 就是梦见这个事儿 那个当那个 达王主持到中国来 初到中国来 见了王梁武帝 梁武帝就跟他说 就是大家是 拜灿这个 做这个灿法的 为什么叫梁武帝呀 其实灿法不是他做的 是母祖师做的 因为他是皇帝呀 他发起的呀 所以这个灿叫梁皇宝禅 梁武帝没这个本事 也没这个智慧 但是他那个时代上 他就问达王主持 他说我 造了好多寺苗 发起多了好多 这个出家人 这功德该不小吧 有功德 梁武帝说 那个达王主持到他 没功德呀 这梁武帝很不耐烦了 就对他不高兴了 我这这么多事情 一生 干了这么多妙 立了这么多众生 帮助这么多人 你说我没功德 大家理解这个意思不 达王主持是从体上说的呀 体呀就是从本来心性上的 梁武帝问的是 梁武帝问的是 事件下 事件下 达王主持是从理上达他的 理上有什么功德呀 也没功德也没什么最高 不透极 不透极 就发布做透极 对 那么今天大家拜梁武帝 我也得学习呀 要透极呀 透极赞叹大家拜的 很好 罪业消贱 因为这是事件下 能够拜灿消灾 那对梁武来说 因为你拜灿消灾 把我们罪业消贱 梁武帝说是从事上磨练嘛 像我们道友 周围道友 应该从事上磨练 这都是事 不是理 但是在事上你不要离开理 不要离开理 不要你离开你的心 能拜的 所拜的 是一致的 那你罪业才能消失 罪要有吗 不过哪位道友 你能把你罪拿出来 我们看一看是什么样子吗 谁也拿不出来 不过我们做出的很多事情 伤害别人的事情 但是它是空的啊 这个必定要认识到 这种颤 才能颤得究竟啊 把从事相上磕几个头 一天念念经 你的心上的洗不掉 但是更进一步 许说你心上的屋檐 但是心上的屋檐 我看周围道友 你道友多 许说你怎么许说呢 那当然什么就是拜 梁恒宝颤啊 或者拜大悲颤啊 一切颤法都入室 但是你必须从事上的规律 想颤的究竟 想真正消灭月月 你认识到 本来没有 罪性奔空就是这样的 罪的体性没有的 要是有 你颤也颤不掉 这不是身上 单身拐泥巴 我把身上打脏了 你拿水洗一洗 那就洗干净了 说我们经常洗个澡啊 一天的啊 下来啊 有时候吐血汗啊 甚至洗个澡 你能把你肚子抛开 把你心拿出来洗一洗啊 洗身容易啊 洗心呢 靠什么呢 靠着佛法 我们很多道友拜禅 拜完禅了 禅生一种骄闹 你看我 我拜了禅了 做了几天禅 你看你连禅都没拜 你也真狠做了 你要对一个没参加 我们拜联恒反参的道友 你跟他说 他马上很不高兴啊 要惹人家生烦恼啊 拜参了 有了功德了 这个 不要劝别人 不要标榜自己是个拜参者 不要 那么现在拜参 打梁恒拜 梁恒宝专打击 圆满了 世上是清净啊 就事论事啊 就什么事 说什么事 这叫就事论事 但是你的心呢 要不要洗刷一下 拜什么颤啊 希望大家这个事 就要关心 就要修灌 灌 灌什么 我们过去所有做的错误事情 都不存在的 好的事情不存在的 这就是关注法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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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存在的